《華山論勢》 歡迎大家來到華山論勢節目 今天又是和劉蘭卓兄聊天 今天我們想談談軍費 美國宣佈了今年2024年的軍費 八千七百多億的軍費 中國剛剛宣佈了今年的軍費 我們不說人民幣是多少錢 就是轉回來 大概是2,300億美元左右 換句話說 差不多四分一美國的軍費 然後再看下去 就是全世界 不是我們不是誰說全世界 而是幾個主要大國 歐盟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大家都可以再加強自己的軍費 英國也說加強 德國也加強 日本也加強 印度也說加強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們今天就想說一說 究竟今天這樣的環境 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軍備競賽 是有沒有一個相同的地方 還是大家都不用怕 因為大家只是說話 就是不知道 大家可以和劉卿請教他 他的看法是怎樣 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 一戰二戰的時候有些不一樣 一戰二戰的時候 打仗可以攻城略地 增加我國家的領土 賺錢 因為日本二戰 侵略東北 侵略全中國 侵略東南亞 想整個領土擴展到這麼大 但現在全世界 打仗不可能在領土上能夠擴展 除了俄國打烏克蘭 但國際社會很難承認 在聯合國不會通過 不會承認 包括以色列打仗 有一個聯合國在控制著你 所以這個戰爭 第一 重點 所有國家都是以防禦為主 即是說我要軍備很強 我是有個威懾力 一個阻嚇力 使你不敢打我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現在歐洲各國有北約 美國給保護省 原來軍閉很少 現在最怕特朗普上台 最怕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上台一定會說 為何美國出錢要保護你們 你們一定要加 逼迫他們要增加到GDP的3%以上 日本已經答應到 五年內要回一回 去年已經增加26% 但原來基數很少 因為它有美國的保護省 所以它不把錢扔到軍備上 可以扔在生產上 如果美國逼著它要加 它一定要逼一些GDP 但中國呢 我們剛剛宣佈了軍費增幅 大概7.2% 似乎中國不理你做甚麼 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事 亦都不是一個特別大的增幅 因為當你說全國的GDP 是增加大約5%左右 7.2%是微微高過經濟增長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其實你看到 中國都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地方 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來欺負我 所以我們要放多一點錢 但亦都不算是軍備膨脹的情況 其實有趣的地方 就是看英國 英國的國防預算 是500億英鎊 不是多 老實說也不是算多 也沒有水 它計劃到2030年 軍費總額翻一翻 即是到1000億 但這頭說到1000億 那頭就在說 我有兩隻荷空母艦 兩隻都是以皇室的名義來命名 一隻是伊利沙伯女王號 另一隻是威爾斯王子號 威爾斯王子 基本上任何情形之下 無論如何都會有威爾斯親王 因為有一個升上去 有另一個升上去 就是做儲君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不如我們買這樣一隻 基本上做不到兩隻一起出 有時有兩架車 不是說你喜歡開這架 那一架 現在不是說你開了那架 那一架車就要拿回去廠 在這樣的環境下 不如賣這樣一架 可以賣給美國 或者賣給澳洲 看他肯不肯要 便宜一點給他 例如這樣說 其實你看到也是一樣 既然英國已經是日不落之王國 以前的海軍 就這麼厲害 但去到今天的時候 養兩隻航空母艦 都可能捉坎劍爪 那怎麼辦 這個航空母艦 放在海上走一圈 船體上面都生滿了蠔 光是刮這些都要很大費用 而且設計上可能有些問題 因為他經常說推進器出問題 走一走一走 又要回到廠 從頭再整個 在這樣的環境下 大家又說 在這樣的環境下 還要將擴大你的軍備 由五百億英鎊 在幾年之內增加到一千億 實際上英國的軍備方向 應該不是航空母艦 因為以前入不落帝國 海外很多殖民地區 可以去防守 甚至來香港威一威也好 航空母艦 日本圍多兩港轉一圈 他都可以威 但他現在 好像未試過 好像未試過 任不來 美國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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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也要拍攝在維港以外 英國好像沒有試過 我覺得英國軍備方向最主要是防禦 應該增加防禦的導彈和軍機 這是最具方向 海上霸權 大家都有點尷尬 說起英國的軍備 有航母艦 航母艦一定有 飛機 他沒有飛機 沒有所謂 我們改改他 給美國的軍機 可以使用 換句話說起平台 給人用 美國多隻航母艦可以使用 是大約這樣的意思 你怎樣去做一個海上大國 我懷疑再過多五年 英國不是軍費去到一千億 而是慢慢還要衰落之天 所以他的航母艦沒有用 中國的航母艦有用 中國的航母艦有用 中國的航母艦有多可聽到 出去巡遊舍、出去逛 那些沒有美國的那麼厲害 沒有英國的那麼新 每天都出去逛 做Uber 中國的航母艦是福建號 福建號的電磁彈射 是用直流電的 比美國的福特號更好 現在據說有第四、第五艘 中國為何要用 因為大家知道 還有一個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 如果一旦打起來 航母艦一定是放在台灣島的東面 在東面 一個防住美國 一個防住日本 另一個防住日本 另一個在東面軍機 不過我自己的看法有一點不同 我覺得中國其實是要三至四架航母艦 理由是因為在中東那些游一直過來的時候 你在馬六甲 海峽其實是一個重要的煙喉之地 你一定要守那裏 然後在印度洋 印度洋和斯里蘭加那裏 包括紅海 包括紅海 換句話 你在北便有一隻 換句話 有三隻 有三隻 另外一隻 是做後備的 無論如何都要四隻 馬六甲五隻 五有三出動 有兩隻是後備 近岸 大家都明白 中國的需要 可母艦 是要保護油船和貨船 來到中國 這是很重要的 加上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得很快 中國的海外利益又擴展得很厲害 所以這個航母艦 不僅是台灣 還有海外利益 所以如果我們再看看軍備 大家分析後 大家也可能覺得 未必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麼恐怖 大家軍備競賽 競賽到差不多 非打不可 但到了現在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有個想法 究竟打還是不打 最好就不要打 因為可以欺負就欺負 現在俄國 北約和美國 打算可以欺負俄羅斯 發覺你欺負不成功的時候 你不敢再欺負俄羅斯 如果台海和平的話 基本上沒有理由會發生戰爭 除非南北韓 南北韓又回到問題 北韓已經有了核彈 大家現在又升級 究竟去到什麼位 大家又要退下來 總之無論如何 大家都要小心 唯一一個大家不可以預計到的地方 就是洪海和以色列中東的環境 現在全世界有兩個戰場 一個中東戰場 一個澳戰 現在都是有限地面戰爭 但現在大家最害怕的是 萬一將來有核戰爭 所以現在中國已經是提議 所有的核國家 大家一起簽一個 永不對對方使用核武的一個條約 但現在還未回應 沒有人回應 俄國第一個不會回應 美國第二個不會回應 老實說 我是最強的 我怎會做這件事 只有350枚核彈 中國一定要去到一千枚 美國知道 我不能鬥你了 大家才可以談 所以未來的軍備 發展核武器 或者防禦核武器 就是一個軍費使用的方向 無論如何 大家這樣看下去 雖然軍費是升高 但是似乎沒有什麼 不覺得有一個重要的理由 是真的打成不打成出來 當然 你說胡塞 又攻擊巴拿馬船 然後又打美國軍艦 但是去到這樣的位置 美軍都不夠膽下場去打 他們都是用空軍 其實大家都知道 空軍永遠是靠轟炸 是無法贏得一場戰爭 一定要地面佔領 大家說不是 打日本便是 其實不是打日本 如果大家看歷史 其實日軍最重要 還有幾十萬關東軍 當時想著關東軍 撤回日本本土 攻打不到 但如果關東軍 如果要回日本 他要放棄中國 你要明白到 當你想到 我有一隻旗子在這裡 但這隻旗子是沒得用的時候 在海上 亦可不可以運軍 基本上 你無兵可用 你投降 這幾乎是主要的理由 這是日皇當時的決定 而不是日本皇軍的決定 如果我們看今天 雖然說 好像每個人都加 每個人都加 每個人都加 每個人都加軍費 那怎麼辦 其實不需要不害怕 我們覺得主要 美國沒有加 是加少少 很少很少 中國又加7點多 是一個很平常的數字 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們看不到 是一個軍備競賽的情況發生 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是比較低的 應該是很低的 不過永遠沒有得爆 所以現在實際上 一定要看三個大國 中、美、俄這三個國家 中國和美國 現在按照美國 現在拜登的政策 他說要建立一個湖南 所以他很強調 幫中國軍事交流的機制 一定要恢復 但是美國和俄羅斯 現在是一個問題 你還說拜登 可能現在都要開始說特朗普 我想我和國都打算 我可能都要跟特朗普談 不是跟你這個拜登談 他的樣子 拜登也是老耳 所以今年的世界形勢 改變得好轉 好 我們今天說到這裡為止 拜拜 拜拜